大婚前 你们都得警醒点 不要出现任何纰漏 你们懂吗 是 好了 散了 本王现在要去给君主找大夫 你们这些不懂 留在这里也没用 众人无语 我感觉 王爷以后肤刚不振呢 就君主那杀伤力 换成是你 你震得起来 我当时羡慕王爷 君主一心一意都在王爷的身上 如此痴情专一 又实力很强的女人守护着王爷 是多少男人想羡慕 却又羡慕不来的 这倒是 屋内那些人的对话 一一都被暗卫 转述到了贺连夜的耳朵里 羡慕吗 本王是凭实力得来的 夜一暗戳戳地看了一眼 王爷那张脸 若是论实力 也是脸的实力 郡主对王爷这张脸可是痴迷得很 小姐 小姐 郡主来了 是吗 是吗 郡主真的来了 是呢 马上就到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这副样子 好看吗 头发有没有乱啊 衣服有没有褶皱 没有没有 小姐您整个人都好得很呢 郡主 郡主 快请坐 目光落在了桌上的嫁衣上 啊 这个 这个是我娘让我缝制的 说是出嫁姑娘的嫁衣 要自己来 但是我的嫁衣 娘早就准备好了 就让我意思几针就好了 嗯 我懂 之前也有人送来嫁衣给我 让我也疯 不过不会 啊 那 那怎么办 没事 有人疯 啊 有人疯 是什么意思 明天有空吗 嗯 有 郡主约见 自然是有空的 那好 明天你在府上等着 我会让人来接你 好 我一定会等郡主的 我去 这个女罗刹怎么又来了 你 你又来做什么 啊 你别看我 本王的形象全美了 你有没有男女之别啊 本王这身子 是要给未来娘子看的 被你看了 我还怎么跟我娘子交代 这都要大婚了 你们府上怎么看起来 一点都不忙 那你就不懂了 父皇在这个时候赐婚 其意是什么 那就是给他充喜 充出晦气 又怎么会大操大办呢 令物府给每位皇子 置办婚事都是有分寸的 就我这种级别的 也就是当天成婚 热闹热闹而已 我这种级别的 感谢观看